时间才过中午 同一师球员场上练习 加强守备和打击力道 因为亚洲职棒大赛一开打 就要对上强敌日本软体银行鹰 首战就要对上日本职棒的总冠军 同一师总教头吕文森不敢大意 不仅全程盯场掌握练习状况 还特地针对先发左头和田义跟山内军灾 做了详细的情搜 不过这两位主将这回都没有上场 反倒是由大厂祥太担任先发 让刘文森很意外 当初设定的都是一些左手投手 后来他们没有来 听到这个消息 他之前好像去昨天还是前天 都有自己去拉一些他的影片出来 刚刚他们要出发之前 开会有让选手们观看 大厂祥太在今年球季 尽管只是代班先发 不过就已经拿下七胜的好成绩 不过统一师没有跟他正式交手过 女文森坦言不能掉以轻心 他说像是张泰山 陈游基等强棒加入 整体表现应该会更稳定 而日本软银音队 在总教练带领之下热身 不论打击或是头补样样到位 除了太平洋联盟的打击王内川圣衣之外 还有游击手川崎宗泽 都是主力之一 而旅日投手杨耀勋 这位穿上软银球衣 对上台湾的职棒队 他说平常心看待 回来都是跟台湾都是中华队 可能就是压力会比较大 对啊 然后可能现在是跟自己的球队出来 可能就是因为这是自己的工作 所以就也没有想那么多 十五场对战日本 统一师严正以待 接下来的赛事里 同样是劲敌的韩国三星队 派出经典赛国手裴英朱先发 这届的雅直赛 同一是面临不小的考验 也让球迷相当期待 记得林建生彭焕群 台中报导